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号举行 12月14号,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在巡视涉及北角社区会堂的模拟投票站后表示 这次选举将会开放630个一般票站和最多24个专用票站 让447万名登记选民投票 是给全港447万登记选民投票的 一般投票站和在警署设立的专用投票站 投票时间是由朝早8点半到晚上10点半 谈及到点票安排 风华表示 投票结束后 除了少于500名或编配选民的小投票站 专用投票站 选举委员会界别投票站 及设于竹高湾检疫中心的投票站外 所有其他投票站均指定为点票站 以供点算地方选区选票 就地方选区来讲 选民就要用投票层提供的剔号印章 就在选票上面 他所选择的候选人 相应那个圆圈里头 吸了一个剔号 那么选票签就不要接 就将选票的正面向下 然后投入去蓝色的投票箱 风华表示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将设有三个边境管制站 临时投票站 他强调 由于口岸临时投票站会采取全臂环式管理 将不设公共观察点票的安排 至于那个点票 因为他在禁区那里 所以选举事务处正是安排 是用现场直播这个点票的过程 那长程我们现在还是很快就要公布了 此外 冯华还提醒选民要依照正确程序进行投票 并可于12月19号前往中央点票站新闻中心公众区域 观看宣布选举结果 由于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此次选举的公众席约有470个